由李宰旭郑苏敏住院的韩国闲夏剧《魂魂》已经发布预告 并定到6月18号播出 该剧主要讲述了李宰旭饰演的张玉 是一个外形高雅但性格恶劣的少爷 有着高血的出生秘密 亦有着悲惨的人生 在她发现对于人生的不满之时 遇到了郑苏敏饰演的女主吴德 而女主吴德有着天下第一杀手的称号 可惜却被困在了一具孱弱的身体里 或许这就是该剧名叫做《魂魂》的由来 为此女主虽然有着强大的灵魂 却只有一副虚弱的身体 男女主相遇后 顺其自然的女主成为了男主的师父 由此一场关于恶霸师父与不了土地的故事也即将上演 作为红氏姐妹直辟的作品 《魂魂》确实在剧情上充满了看电 毕竟红氏姐妹也曾写出过豪杰春香 《我的女友是九尾狐》 德罗娜酒店等爆款剧 另一方面不惨看韩剧的网友 或许会对这两位男女主感到陌生 但说去他们的代表作 或许又能够令人耳熟 男主黎仔绪是一位新人演员 2018年出道的他 便能与选宾朴新辉合作出演《阿尔汗·布拉宫》的回忆 而大热剧偶然发现了一天 让他站入头角 更是荣获MBC演技大伤男子新人家 至于女主郑苏敏曾有小隐晦之名 更是与金显正共同出演过韩半恶作剧之论 郑苏敏原名叫做吴彦秀 也是一个非常温婉的名字 在出演坏臊子之后 有人建议他用郑苏敏当一名 这次打开了演艺界的大门 其实一开始郑苏敏没有想过做演员 1989年出生的郑苏敏学习很好 一直问居学校前五名的位置 家里人对他的期待也很传统 读试后照顾工作之后结婚 本来郑苏敏也没有其他的打算 觉得按照家里的安排也不错 读到高中 郑苏敏因为一场电影 改变了之前家人的安排 那个时候的郑苏敏被电影深深吸引 于是有时间就会去看电影 逐渐的他有了做演员的想法 但是家人都是比较传统的 并不支持郑苏敏的想法 郑苏敏是个很有主意的姑娘 虽然家人反对 但是这不足以动摇她的想法 最后的结果还是家人妥协 支持郑苏敏做演员想法 于是毕业之后 郑苏敏就开始主梦演艺圈 郑苏敏最早是拍摄MV处当 她是长相比较可爱的那种 算不上特别漂亮 但是很有自己独特的美丽 在拍摄MV之后 更多的圈内人关注到郑苏敏 逐渐她也得到了拍戏的机会 拍摄第一部影片《坏男人》 之后在恶作剧《指纹》中的 吴哈尼一决让她抿身大糟 还获得了第十八剑 大韩民国文化演艺大上 电视剧优秀新人将 顶着演艺圈最佳新人的头衔 最后经营的时间里 她相继出演了Standby 心里的声音 Big Band等多部电视剧 精湛的演技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苏敏在前期扮演的角色 一直都是带着反派属性的配角 比如《新军女2号》 或者《纯正的富家女》 竟然很多观众一度认为 她是无法担任助角工作的 2018年 拍戏多年的郑苏敏 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女助角大剧 《新生》是第一次 剧中她饰演了一个 到了年龄迫于压力结婚的女人 反映了韩国女性婚后的现实问题 播出后受到了很大的反向 终于郑苏敏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人气再度飙升 不仅身价蒙涨的同时 各种戏约和赏眼都接踵而来 除了电视剧之外 郑苏敏在电影领域也很活跃 她出演的20岁 父亲的女儿等作品 上演之后都收到了不俗的好评 可自从在2017年 拍完《金生》是第一次剧后 郑苏敏这几年来所演出的作品 似乎成绩都不是很好 从天而降的《一亿颗星星》 《灵魂维修宫》等作品 收视都平平 令人惋惜 事业上发展受阻的她 感情生活也并不是很好 2013年 照着事业上升期的郑苏敏 传出跟同情艺人李仲硕的恋情绯闻 对于正处于事业巅峰状态的两个人来说 传出这样的绯闻无疑是致命的 两人很快就做出了诚信 郑苏敏首先否认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曾他们是2011年 在拍摄广告SK2时认识的好朋友 而他的经纪人则说 郑苏敏去日本是公公 而不是私人行程 没有约会 李仲硕则通过经纪公司表态 称自己跟朋友去日本旅游是真 但约会传闻是假的 至此两个人的绯闻终于落下帷幕 当2018年 郑苏敏再次传出恋爱瓜 对象是合作爸爸好奇怪的男性李仲 两人17年合作爸爸好奇怪认识 虽然是只差一顺的同位朋友 但那脸骂人的两人最开始并不熟 互相说着境遇 关系维持着微妙的尴尬 直到后来才发现共同年 是同一个地方出身 在同一个小区生活工 在同一个大学读的都是韩武专业 还是隔一个人就认识的关系 两个人年纪相放 爱好相思 都喜欢收集玩具手办 看电影打笑游戏 就连关于理想型的描述都相放 男生16年接受采访 没有理想型 当我遇到我的他 他就是我的理想型 女众17年上综艺 没有理想型 当我遇到我的他 他就是我的理想型 这一消息传出后 两人也大方公开了这段恋情 当时两人的隔空宣言 简直是秀恩爱的典范 李正在入屋先接受采访时 当着镜头的面 喊话女朋友 郑苏敏 你曾经说过会来送我的 歌功撒娇 梦华寄争 张苏敏在谈到李正时 也幸福地表示 自己曾经设想过 跟他一起荣获最佳情侣奖 因为二人在《88好奇怪》中 饰演过情侣 连李正签约公司的社长 都刻起了两人的CP 还打去两人的照片 说他像是在抢小孩的钱 之后对的恋人也是经常发糖 比如上边那组公开约会照 其实两人穿的是情侣装 双面飞行服 穿的不同面罢了 又比如公开恋情后 当事人其实没有出遍回应 张苏敏那会和家人在国外旅游 服兵衣的李正在休假期间 默默点了关注 哦 关注的是张苏敏的太爱哥 还比如被社长调侃的魔头杀 在和张苏敏认识之前 李正在现实生活中 只对狗狗使用过这招 当时不少人都忍不住放弃马后抛 其实看男生印刺都能感觉到喜欢 其实看女生账号也差不多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这等感情在经历了三年之后去分手 原因是因为两个人都忙于自己的工作 不能够经常在一起 最终感情变淡 分道扬镳 众所周知 形成原因是韩鱼的万金油借口 而两人的分手时间过于模糊 当然柯代表忍不住疑惑 他俩私下到底发生什么争执了呢 是因为家事背景相差过大 段时间内难以给婚姻承诺 还是单纯因细生情 兵役结束之后冷却 发现并不合适 万人实在难以窥探到理由 柯代表也只能在心中留下这一段遗憾了 在宣布分手之后 很多粉丝也感到非常的可惜 甚至还有韩国网友在网络上表示 本来以为会等到两人官宣结婚 没想到却等来了分手 而自从跟李准分手之后 郑素敏就再也没有传出过绯闻 现在的郑素敏也是专心自己的事业 之前拍摄的两部剧集播放之后 反向不太好 因此郑素敏的新剧《还魂》 也是备受关注 这次郑素敏与李宰薛合作的《还魂》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手势 让他一扫之前两部作品普及了银霾 大家拭目以待吧